看到疫情持续到现在 在台北地方法院也沦陷了 经传有法官的助理确诊新冠肺炎 北院在昨天傍晚低调的安排了 相关接触者的居家隔离 而同一栋大楼办公的台北地检署 深夜知道消息之后赶紧安排了消毒 深夜里消毒人员到台北地检署 上下来回喷洒进行清销作业 因为传出铜洞的台北地院有人确诊 疫情持续扩大进入三级警戒 全台司法机关震缓开庭严证以待 但这时却爆出北院法官的助理 因出现不适症状裁检后确诊 虽然证明确诊助理 平常不在北院所在的司法新下办公 但因工作人和法官有接触风险 北院也紧急通知法官和相关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由于这栋司法新下台北地院北检 和法务部三个司法机关出入口共用 各楼层彼此通道互联 因此北建也紧急联络业者 安排全洞消毒防堵疫情 在无形中获散